要提前我們中南部的鄉親 就要注意 說這個中南部 雷公四哪 最大火的狀況 恐嚇一日起床到禮拜日 最主要是這個 科羅沙紅胎 強化到這個四南風 加上這個海風跟流風 交叉對流發電翁星 所以會出現第一時間的恐嚇 如果雷公四哪 火也都不停 每個幾點前 每一個火龍就破百 台南幾個地方都淹水 這種天氣 休憩 起床到禮拜日 除了對流發電翁星的旅行 保譽影響 火路不停 但這火龍最多 真五名地区 都在台南 我建議從明天的凌晨到週五的 清晨這段時間都要注意 這種短時的強降雨的效應 尤其拜三到拜五 早上這段時間 中南部也是要特別注意 加在天氣 如果其他地区是坐分 我會有旅准雨 天氣平台 拜三要坐都日本的民眾 也是要特別注意 科羅沙 最新的動態